字幕志愿者 杨宗盛 我今天有看 我這個這個不是為了今天 但是順便 我告訴你 這個是陳建人副總統的臉書 左辦 右辦是我自己去再算一下 每百万人口的累积 每百万人口的累积的确诊数 你想第一 这个上面的美国 是每百万人口 有多少人得病 十万 百万的十万 百万有十万 所以每十个人有一个得病 每十个人有得病 那你看最底下台湾 每百万人口多少 六百个 对不对 是六百一十一 对对对 你想六百个跟十万个比 天差地别 差很多 但是呢 昨天我又回到Bloomberg 这个蓬佛的Ranking 你看美国这么糟糕 第一名呢 美国第一名 很奇怪 对你刚才说的 我们这么漂亮 44名 现在你问城市中 他也不懂 因为他也不晓得如何辨户 我告诉你 美国的疫情 现在还很糟糕 但是呢 他们从昨天开始 口罩里拿掉 很多人不带口罩了 对对对对 而且要去大大的庆祝 而且他们可以室内吃饭 这个就是 这个Bloomberg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说上半场是要干净 下半场是要看你如何跟他共存 OK 而回到 以前的生活状态 是是是 而且呢 要到做到这一点来 你最重要的 就是要打疫苗 那我们疫苗没有打好 但是呢 我们还每天都在说清零 还有三个 四个 你看昨天才几个 五十几个 全国五十几个 新北三十二个 台北二十二个 这样的数目 你把全世界教人说台湾的三级真正 哎呦 不好意思 真减小 你知道吗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大家对于零 仍然是有一定的期待 包括像我们柯文哲 柯文哲也是 6月21号就说 我们要清零 而且我一个月就会清零 所以零仍然是一个 大家追求的目标 柯文哲进来的前三天 就北回来 四个快三战 他前三天讲的话 可谦可定 三天过后 他去比其他的政客影响 人在怕他对怕 人在罢他在对话 他也乱掉了 OK 真的 真的我们台湾的疫情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到今天还是模范生 还是模范生 现在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陈世中的团队 连这一句话说 我们还是模范生 这个不敢说 OK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现在就已经被 蓝营骂到冲头 如果再说 我跟你讲 我其实是模范生 那不是被打死 对 这个是不是一个政府的失败 比如说我们家小孩 很为人输 但是家庭头都 都要捞着糟糕 变成了 你和说我们儿子 特别也不敢说 OK 头发都刺激 你说我们家的灶阴很漂亮 但是我们家庭没洗 风气有关系 所以灶阴出门也要头发 所以全市民认为说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国家的防疫上 还是交出一张相对 以全世界的水准来讲 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我们自己却 把这张成绩单给忽略了 不管它有意 不是忽略 或是不敢 不敢讲了 不敢讲了 那这可能有内部的一些 政治压力所形成的氛围 我还是有一些 跟沈医师不一样的是说 我其实会担心说 尽管我们台湾 是一个有造的世界 我们仍然是一个模范生 可是当你看到说 印尼一天两万人 然后医护在那边哀嚎 说我真的救不了 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还是会期待说 所以我们不要像印尼 尽管Delta它只是两痛一水 尽管它是轻症 可是我们都应该要用一个 最严格的标准 因为我们爱医护 我们不要让他们受这种苦 我们也爱自己 也不要让自己受这种苦 我跟你讲 你持这种态度 昨天的彭博报告里头 有讲 你对小疫情过度反应 扩分 你知道吗 这样也要扩分 扩分 因为下半场不移了 那你一直在讲印尼 印尼是何等国家 是怎么样的国家 如果台湾的进来每天的确诊数也是这样 那我们台湾也是爱好 把天靠没背就好了 但是我有自信 不要再有什么加强版 就以我们目前的做法三级解除 但是国境 稍微栓井一下 我保证 保证 再保证 不会有第二个阿公店 是 昨天沈医师不断强调说 这个彭博社对全球防疫的一个评比 美国虽然可以戴解下口罩 他们的疫苗机体防护力也相当的高 可是你也看到他们过度浪漫的某些面向 那回来看台湾 昨天这个评比里面有一个包括 我很压抑 他现在评比说 你的国籍航空器 商业航空器的载客率是多少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下半场 不应该只是严格的防堵 我们是 应该要有一些经济活力推动的一些面向 我们的航班是下降百分之九十一 下降百分之 那这个美国下降多少 美国是下降 美国是 美国是下降二十 二十 中国大陆还上升二 已经恢复到上升二 我们是下降最多的 二十 那你比如说以色列下降三十五 法国下降三十九 我们下降九十一 那我刚才有讲过 你现在说出国回来的 要住防疫旅馆自费 那航班更没有人来 因为本来有组团要去关岛 打疫苗的都不要了 因为老板本来好心 本来老板好心说我们带你去 往里往回来 我们去家可以办公啊 现在统统要住旅馆 老板怕也死 起家了 统统退票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小小的动作 这是一个不需要的动作 你所影响的航班下降 现在就不是九十一%了 那你觉得说我们在把国境的 螺丝栓的更紧 然后又觉得我们要提升航运的量能 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 所以这个国境 我们国境是在塞什么 是他进来的 或是过客 你不能让他有漏网之云 这个跟比如说他已经打完两针疫苗了 你就不需要那么严格 我常常问 我在《照》的节目里头 我有问扎扎康 我说我如果打了两针 不管在这里打还是在美国打 我回来以后你要把我抓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防御预管 居家 居家两个礼拜 郭正亮坐在我旁边 我问郭正亮 说政府这个 我已经打了两针了 还要关我两个礼拜 到底 郭正亮你替政府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是在保护我还是在保护郭正亮 你懂我意思没有 是在保护谁 当然是保护郭正亮 但是这个我已经打了两针 我还带着病毒 我自己没病 但是就是多少 我会传给别人的可能性 不超过5% 不超过5% 你把我关两个礼拜 听到吗 庆心对不对 所以沈医师做了这么多的分析 事实上要告诉我们 防疫当然要积极 但是会不会有过度积极的部分 这个过度积极 创造的正面效果 会不会远低于 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我们叫做过档 或者是这样杀机用牛刀 杀机用牛刀 英文怎么讲 叫over kill over kill over kill OK 抬过头了 隆重抬了 抬过后都抬了 你说一刀暗轮就回来了 你暗轮拿起来 他那个鼓 这个就over kill 是 好也不能over kill 这个纽约时报有个专栏 叫Thomas Freeman 他写了一句很有趣的概念 他说 创造了BC 叫做新冠疫情前的世界 以前BC 是讲那个 耶稣诞生前的 before Christ 和AC after Christ 但AC说新冠疫情后的世界的概念 所以BC跟AC有新的概念 的确如此 这场疫情不仅制造出灾难性的生产停摆 和经济衰退 更从许多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工作 与生活模式 改变了全球经济与政策的常态 哪怕经济复苏了 我们也回不去了 会不会all kill 让大家通通都回不去了 我借Thomas Freeman 这个概念 我觉得Freeman这个讲法 并不怎么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对经济的影响 有人是更有钱 你知道吗 更有钱 还有你说很多生活形态改变了 大家都说 从此以后 大家就远距离上班 在家上班 大家说海啊死啊 当趟起来的办公大楼 没生意了 我告诉你 疫情都还没结束 已经后悔了 老板后悔了 员工也后悔了 员工要死 我本来做八点生的 我现在在家里 整个都在转 工作时间不止八小时 还有我在家里 孩子要来转 我们母亲也要来转 如果女朋友也要转 有的时候跟公司里面的视讯 我们女朋友穿外户 我穿外户 这个真的 他的病发症已经出来了 病发症已经出来了 大家已经后悔 有一点后悔了 是 所以到底回不去 还是早晚要回去 还有带你分歧 不是啦 不是全部回过去 但是会改变 会修正 毕竟已经不一样的世界 是是是 整个世界都在不断的在改变 是不是一定回不去 或是某些地方回去 有些地方回不去 开放信息就慢慢观察 对 其实也不一定要回去 因为世界一直在往前走 对对对对 如果人类可以找到一个更更 更具效率的方式 说不定也不错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是 线上会议 因为我们大家不能够 哇四面八方来开会 然后后来结果这种这种 视讯会议 未来我觉得会持续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人回到过去 大家四面八方来开会的话 我老板还要付你们车马费 就是你要出席费 你要车马费 我视讯会议 大家一键按下 开始开会 所以他对于这个效率上面来说 说不定也是好的 那未来的世界搞不好 我们不一定要回去 这很多东西真的都在 改变当中 我觉得所有的公司 尤其出国差旅多的公司 都可以把出国的旅游费砍掉 很多不需要去开会 那航班又下降 对 所以滑航到藏黄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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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的动物 是 这个没有social contact 会让他消灭 没有社会性的接触的话 对 会让他消灭 你看比如说我有五个好朋友 每天早上去运动 一起洗澡 一起聊天 一起讲房事笑话 我们已经一个半月不见面了 真的有点陌生 有点怀念 有点生粉 社会性的孤立感觉 会觉得 希望跟老朋友聚聚 所以乙琼老师常讲一句 All real meeting All real living is meeting 所有真实的生活就是与人相聚 所以与人相聚 就沈医师点出来 在这个新的科技浪潮 在这个后新冠疫情的时代 事实上与人相聚 还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个社会性动物 一个非常基本的渴望 就是这样 有点缘 在这个周围的中心里 还可以在这边 非常快 同样的